AT 開創 今日的AT 開創第一隻精選港股是電能6號 公用股陸續公布2022年度的中期業績 多間公司排息穩定 長線收息一續 可以優先考慮股息率最高的電能 預料會有5.7厘 電能派中期息是7.8厘 與去年同期相同 半年股息率是1.6厘 將會在9月1日取正 電能近年保持偏高的排息比率 2018年是78% 2019年升至84% 2020和2021年都會升到98% 野村證券預測 電能會維持較高的排息比率 今年全年預料有92% 明年會有94% 2024年會有93% 展望未來彭博綜合券商預測 電能今年全年派息是2.8厚 預期股息率是5.7厘 明年派2.8厚 預期股息率是5.7厘 在公用股股股股股息率計算 電能金鳴兩年的股息率是最高的 策略上建議49元買入 目標才是53元 此洩位可以定在45元 üş擂 12 第二種徵選港股是中移動 941 预测每股盈利增长分别是7.8%和7.3% 预测市盈率分别是7.6倍和7.1倍 预测股息率分别是8.3%和9.7% 综合多家券商最新平均目标价大约是76元 较上星期五的收市价高出44% 策略上,建议50.5买入,目标价55元 47.5就要指示 美股方面可以留意SILVERGATE CAPITAL 股票编号是SI SILVERGATE CAPITAL原本是一间传统的银行 近年转型至专为虚拟货币参与者而设的虚拟货币银行 2017年推出自家虚拟货币支付平台 SILVERGATE EXCHANGE NETWORK 让虚拟货币参与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实时支付和转账 今年第二季虚拟货币龙头比特币累计下跌超过五成半 不少投资者选手 更拖累虚拟货币交易所Coinbase 竞涉超过10亿美元 同样靠虚拟货币维生 SILVERGATE的业绩有极大对比 截至6月底为止 第二季的纯利创出新高 达到3591万美元 我年上升71.6% 较第一季上升45.4% 每股摊薄盈利是1.13美元 增幅是41.3% 远好过市场综合预测0.84美元 即使近期虚拟货币市场好像是步入熊市 但SILVERGATE上客未见减速 截至6月底为止 他们的虚拟货币交易客户 超过1585个 较去年同期增加361个 合共存款达到133亿美元 增加19.7% SILVERGATE在经营效率上持续提升 2019年上市的时候 他们的成本效益比率是55.9% 去年第二季下降至60.7% 今年第一季进一步改善至46.7% 第二季再跌至38.3% 反映用于增加收入的成本不断下降 虚拟货币市场动荡 SILVERGATE今年以来已经累计跌接近三成 由之前估值偏高 到目前市盈率回落至大约21倍 虽然较传统银行高 但他们创新的商业模式 以及虚拟货币市场的高增长潜力 终会继续吸引投资者的支持